保护四年,這四年你不能趕我離開 我忍住你四年嗎?怎麼忍住 香港住得小,住得貴,舉世聞名 劏房赤租,隨時歸過豪宅 更是荒謬絕倫 當國最近終於出招 建議推出劏房租務管制 這個政策是幫到劏房居民 還是帶來反效果呢? 阿鳳和四歲大女兒 最終住長沙環這間位於沒有電梯堂六樓 沒有獨立廚房和廁所的八十呎劏房 租金也要四千元 每呎租金達到五十元 豪宅級水平 四千元,還有公用設施 外面的公用空間 大家挺符合人家一起用的 沒辦法,為了生活也要逼住 去到其他地方有更貴的租金 這樣也要吃鴨子 至於飲職保安的梁小姐 租住鴨寮街一間 赤數不足一百呎的劏房 越早要三千五 這裡有三個住戶 對 我自己其中有住在這間房間 對 這間房間這樣 這裡有廁所,小小間 這裡很窄 就在這裡,就去自己睡那裡 是 床 煮食就這裡,平時就簡單一點 小小的烏鯪 其實這裡也是勉強住的 目前住在劏房的人數超過二十萬 劏房數目就由2011年大約三萬間 去到2020年,有十萬間 升幅超過三倍 最大問題是薪金不升 劏房租金就年年上升 我以前住的家很厲害 第一年加500,第二年加1000 第三年好像加到1200 所以建議的劏房租管政策 包括租期固定兩年 期間租金不可以加,只可以減 完成首兩年租期 租客有權逐租兩年 逐租時,租金加幅以15%為上限 另外,業主不可以濫收水電費 或者公用設施費用 租戶覺得這些措施 是否可以舒緩到他們的困境呢? 我覺得是一件好事,是吧 有些業主年年加兩塊,兩百兩百 有些加五百也有 阿鳳小年,這四年來 你不可以趕我離開 不用去找劏房 重複重複地好循環的問題 阿鳳和梁小姐更期望的是 新措施能夠解決 業主攬收水電費的問題 不是 水費每道他收我告白 水費呢,他說多少就多少 不知道他收多少度 不是很公平的,而且收得太貴 所以務處的水費是每立方米計算 業主所說的多少度 可能都是任他說的 至於中電,每道電收過二 劏房業主又收多少呢? 我是2.3元,我覺得真的很離譜 高了差不多一倍 對… 有沒有問過業主為何要收得這麼高 他說他自己的損耗 例如外面的燈,覺得要分攤 但要分攤,有什麼理由都收得這麼貴 我真是無法解釋 供不應求,缺乏規管 除了出現攬收費用 還加速一些令人搖頭探飾的劏房 不斷出現 像這些馬桶庵在棋缸上的女神劏房 進來這個廁所 不過,精神應該有塊玻璃的嘛 如果想腿不撞到那塊玻璃的話 看來我要… 無影凳才能去到 還有一由廚房劏出來的角仔劏房 不足四尺的高度 幾乎密封的空間都令人惹不忍睹 終於出現劏房租務管制 對劏房戶來說,或者帶來一點點曙光 不過有人就絕不贊同 詩詩正正,我…我真的四千五元 我包水電,那你想我做什麼 那是有量無量的 消費者自然決定 蛇先生是香港業主會會長 也是劏房業主 對於政策,他大聲反對 他定我們四年,兩年死弱 一個逐租權再加兩年死弱 這就是大件事 我經常開玩笑 譬如你是女士 如果你拍胎一定要四年 法例規定,立法通過 最怕是什麼 最怕如果遇到租霸 我的四年菌幫我走不了 蛇先生還斷言 政策一出,就要賣樓,走人 我自己做,我也以慶蘭先生不做 是害怕的 我怎麼能頂得上四年 我不是離開市場,不玩 業主說怕租吧 但租客就怕 業主趁租管之前,先加好租 他一開始,可能他訂租 就會訂得再高一點 因為我就怕 我不可以每年加租了 我又租完給你 我便要租給你四年 我便可能再選客 選得嚴重一點 即是嚴謹一點 而且租金一開始就再高一點 我們都擔心 可能期間會不會 我租給你了 我知道你不會離開 我維修那邊 可能做得少一點 我維修的責任 然後再慢慢租 有得你自己在裏面住 這也是我們擔心的 都擔心的 如果加租的話 可能會繼續住 因為很難、很矛盾 搬的話 就不知找甚麼地方搬 如果加一千元 加一千元 那生命都知道 有沒有算過 如果搬走的話 重新找一個地方 要花費多少錢 我想起碼要兩萬 包括你兩個月按金 一個月常期 水電費那些 不過租務管制 更加需要強調的 似乎是一指有法律效率的租約 原來現時大多數劏房戶 連一張正式租約都沒有 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租約 有沒有打離陰 知道離陰是甚麼嗎 不清楚 我又沒有詳細 他又沒有這樣說過 一定不會簽 不想簽租約的話 大家都說過慎了 我又不會趕你走 如果是想走的話 你就跟我說聲 外面坊間吵得很緊要 即是說無良業主 我們調查所知 原來那批人裏面 有一半人以上都不是業主 是義房東 但沒有租約沒有離任 他做義房東 我們從來沒有人留意一件事 我是業主 我很擔心主力場被人搬 義房東就不怕 他真的拿你的單位搬爛了他 主力場照搬 所以才有碼頭圍道事件 整棟樓塌下來時 你又搬主力場 我又搬主力場一定會倒 但最重要是有些業房東 他不理業主是否同意 他也搬毀了你 我們業主誰知道 劏房租館能否解決問題 平衡業主和租戶的利益 還有一段時間去證明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 租戶也有這個遙遠的夢 希望儘快上樓、公屋 不用再做劏房門 有時候他會說 為何我們的家這麼小 我同學家很大 新政策都可以讓我安穩地度過 空窗地可以等船的時間 截至2020年3月底 一般公屋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 是5.4年 非獎者一人申請者 隨時要等上30年 上樓?何時才夢想成真呢? 是5.4年